我已經有舉報過 他就是壓下單 然後就請那個屋主不要太出租 好 那新北市綜合燒出人命的時候 市政府能做為就是告知 那個屋主說你不要開 但是重點是他房子還是住的 他五層樓變成八層樓 他房子檔額 相近有三倍大 原本六樓應該是一片空曠的頂樓 沒有想到屋主隔出一個室內空間之外 又在頂樓加蓋了一個鐵皮的違建 樓上這一個鐵皮不是合法的狀態 那可以藉由這一個措施 既然我可以得到一些投資的獲利 就在周日晚間十一零首播 盧秀芳主持中天調查報告 蒼蟲下的鐵皮膏藥系列報導